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贵州浅东南的丹寨县石桥村 这里属于是苗族洞族自治州 在这个村子还保留着一项千年古法造纸树 在一处山洞里 而且这个村子四周被大山环抱 山清水秀 也很原生态 接下来就带大家搜访一下 石桥村里有石桥 大家从外围看 可能以为它真的是一座古石桥 它也是这个村子的标志性建筑 实际上它里面包的是钢筋混凝土 下面是溪水 这溪水是真的干净呀 无比清澈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房子都是统一的木质结构 也是当地的建筑风格 这里的海拔是有将近600米 处在山谷之中 同时这里也是古法造纸文化小镇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 现在油菜花也开了 景色非常优美吧 山清水秀树木茂盛 天然养疤呀 在这个村子里走着发现 路上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说明这里的高瘦老人比较多 村子也是沿溪水而建 穿过整个山谷 他们平时洗衣服也是在小溪边 刚刚还有一位大妈在这洗衣服呢 用的也是传统的方法 用木质的棍棒敲打 我还发现这个村子有好多村民都喜欢养鸟 前面就有一位大叔提着鸟笼子在散步呢 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 是准备在这个村子里吃个饭的 但没想到所有的饭店都不给做了 因为他们村子里有一个喜事 大家都要吃酒席 可能是当地的一种习俗吧 如果村民有办喜事的 整个村子都要去参加 刚刚听说这里离中国最大的鸟笼产地不远了 怪不得这么多鸟笼子呢 好像家家户户 上面都有挂着鸟笼 咱们先到村子里面走一走 接下来呢 再到那个山洞里的造纸基地看一看 这里就是真正贵州农村的田园生活了 这些房子都是木制的 也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建筑形式 前面有一栋明显是歪了呀 像要倒了一样 不知道住家户有没有进行加固呢 这是村子里的一条主路 这个地方也要打造一个旅游区 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 我发现在他们房子的一层 是用来养牛养猪和养鸡鸭的 这里就有一头牛 好大呀 吃的挺胖的 现在还在吃草呢 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牛呀 毛也挺长的 就是里面太脏了 味道很大 这边是黑猪 黑猪肉很贵的 这一头还不小呢 这边还有两头 这两头稍微小一点 世界之大还真要出来走一走 这样的建筑风格包括一层用来养猪养牛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大家有没有见过呢 这里的烟火气息也十分浓郁 这一家门口挂着是猪肝吧 咱们再往前走一走 有一家正在做饭呢 又看到一位老人 这位奶奶年龄应该有90岁以上 高龄呀 在溪水边 原来就是当地的一家村民正在办喜宴呢 好多人都在一块忙活 杀猪什么的 这真是贴近大自然的酒席呀 他们把桌子也摆在了溪水边 那一片地方都已经给压平了 桌子也拿好了 在这里吃着饭 享受着自然的空气 清新度可想而知 又看到一个鸟笼 这是什么鸟 好小啊 有点像是小麻雀 有认识的吗 我现在已经下到小溪边了 前面有一处房子 里面有香火 大家都懂得吧 咱们现在就过去看一看 他们这里的农村酒席准备工作 好多人都在一块开始忙活 就在溪水边 洗肉洗菜洗什么 全部都用的吸水 这会儿正在冲洗大肠呢 大家看到了吧 好大一盆肉 是排骨 上面有四口大锅 厨师正在加工菜肴呢 好大的烟气 这里都是大妈们在刷盘子洗碗呢 洗碗也是在溪水边 看这个节奏还没有开场呢 又是一大块肉 在前面那个位置 有一个小水坝 把上流的水 水速给降下来 前面好多猪肉呀 师傅们正在加工呢 一整块案板上摆的全是的 刚刚已经向当地的村民询问了 的确是洗碗明天正式开始 今天啊就是前奏的准备工作 这里的气氛还是蛮好的 一家办喜事全村都要过来 全村老少呢都来帮忙 小鸭子正在梳洗自己的羽毛呢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处 位于山洞里的古法造纸基地 在不远处还有悬崖岩壁脚下的一处造纸基地 咱们先过去看一看 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古法造纸 造纸也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与火药印刷术 还有指南针 门口还有一个大水车呢 哇山洞里面有花花的溪流声啊 这就是他们造出来的纸张 然后贴的花树叶 映成的画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皮纸制作记忆 这边都是纸浆的水石 里面是有工人正在制作的 好像这会儿都在休息了吧 像这个三角形的位置啊 就是用来烘干造出来的纸张的 在这个里面啊是烧那个煤炭的 这会儿他们都休息了 大家看一下 这山洞有点像是溶洞一般 石头非常的奇特 怪不得有花花的溪水声呢 这应该是山上流下来的泉水 也是非常的清澈 就是洞里面有些阴暗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 溪水声听得非常明显 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 水质有多么清澈了 山泉水是甘甜可口 在最前面还有一个 这种不锈钢的水槽 有知道这一道工序是干嘛用的吗 现在里面有师傅正在制作纸张了 造纸树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发明创造 现在造纸可用的原料非常广泛 像树木结杆 稻草 竹子 植物纤维 动物纤维等等 都可以 这个村子的造纸历史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而在这个山壁之下也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养残之私的国家 在古代用上等的残碱抽丝之仇 剩下的恶碱病碱 则用朴絮法式取丝棉 朴絮完毕会遗留一些残序 当朴絮的次数多了 类似于筛子的器件上 残序便积成一层纤维薄片 精晾干之后剥离下来 可用于书写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张 很大可能是起源于中国的南方 并且和岭南地区特别是环珠江口周围 六千多年前涌现出的丰富的树皮 不文化体系有密切关系 大家都知道最具有代表的纸张就是安徽的宣旨 宣旨的产地是宣承的金线 也是文房四宝的产地 在南朝时期文房四宝特指的是安徽 徽州那一带 宋朝时期则发生了变化 著名的画家书法家用的都是宣执 这种古法制纸记忆 也是在传承中华文化 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刚刚也和工作人员聊了聊 他们说这样的制纸技术 比较环保 没有化学成分 也没有污染 每天工作八小时 差不多能制出一千张的纸张 在山壁下供奉的还是蔡伦的画像 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正是蔡伦改进的造纸术才称为的 而且也为人林的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传统白皮纸主要工艺流程的介绍 白皮纸生产历史悠久 也是传统省工造纸的典型代表 咱们直接看一下它从选料到制作完成需要哪些步骤 首先是选用构树 削皮 构皮麻 姜辉 煮料 瓢洗 选料 对料 代洗 抄纸 压纸 晒纸 然后接纸就完成了 扫完纸之后要在这里面进行烘干 面板上都是的 这里面是烧煤的 中间就是烧火的口 然后纸上都在两边 像这边已经快干了 这个村子不仅有着悠久的古法造纸历史 而且山村风光更加宜人 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